美军一旦军卡边移动 像喷泉一样洒出地雷 这套火山布雷系统是拜登上任后 首度宣布对我出售的新武器 而这套系统不只可以快速布置雷区 还能自动失效 可以装载160个M87布雷罐 每罐包含五个反战车地雷 以及一个人员杀伤雷 子权系统可以撒布960颗地雷 能选择四小时48小时或15天的选项 我军持续寻求扩大军售外 内部改革也动起来 外传现任部长邱国正 在推动完议席延长后即将卸任 未来部长口袋名单海军有三人 66年班的前参谋总长李喜明 68年班的黄书光 73年班的刘志斌 唯一的陆军则是现任参谋总长 陈宝瑜 国防立委分析除了刘志斌和黄书光外 李喜明在军中是孤鸟 提出了防卫构想也有不少争议 而陈宝瑜也不能被排除 毕竟改革EU1陆军角色很吃重 而且我整体防卫构想 从军购项目到EU1恢复后的编程 似乎也不再只是坚挺于境外 国防部表示人事揣测不回应 敌不动我不动 敌欲动我先动 对岸动作之大 未来部长人选绝对是国军改革关键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